40岁演员叶嘉瑜在民事八点档黄金岁月中罹患胃癌,在海外治疗,日前回台湾和家人好好相处,度过最后时光,这是他第二次在八点档中全是癌症病患,当初在爱里演出血癌,还剃光头发,这一次饰演胃癌病患,有特别找影集看胃癌病患会有的神情跟动作。 叶嘉瑜每次拿到剧本,甚至读分场大纲时就会气不成声,每一场戏都很揪心。 他也透露近期家人也会加入黄金岁月行列,观众可以期待一下。 眼活癌症病患李采玲的叶嘉瑜,这次回归和女儿莉莉有很多对手戏,深怕自己离开了没人可以照顾女儿,也没办法承受失去压力。 相对演出采玲为了何时间赛跑,做出比较极端的反应,像女儿睡过头不想上课,她就发出失吼功,一直对她大声咆哮,甚至和女儿激烈争执,让她苦叹。 每一次收工都全身无力,在休息室喝水,双手都还会颤抖。 叶嘉瑜表示,很感谢编剧对角色彩玲有始有终,在她有限的时间,可以好好处理亲情、友情。 戏外,她是两个女儿的妈妈,在剧中是莉莉的妈妈,所以对女儿情感流露常常会有移情作用,想着如果是她本人会怎么办,因此泪水常常溃滴。 不过,她透露现阶段跟大莉莉对戏,有好多暖心的时刻,除了她台词、剧本、情绪都准备到位以外,在休息室她也会来撒娇,看到她就是韩采琳妈妈,尤其几次她情绪比较重,还没收工,但大莉莉都会在休息室等她,笑说要一起打卡下班。 她说看到网友的留言,忍不住妈妈浑上身,她说,大莉莉跟小莉莉都很棒,每一个小孩都是独一无二的,希望观众可以欣赏。 在1981年出生的叶佳瑜,因为甜美的外貌,所以走在路上都能够被星探发掘的叶佳瑜,因此加入到了娱乐圈中。 叶佳瑜在娱乐圈中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好演员,因为民事给了叶佳瑜更多的热捧。 所以,叶佳瑜后来也有在众多的电视剧中有参演的部分,从配角做到了女主角。 叶佳瑜,陈宇峰,2011年结婚,育有二女,两人为同框,出席一起发光新剧《幸福宅》一起开进记者会,夫妻继父与子,之后就没在同个电视台拍戏,被问到是否有刻意避免。 叶佳瑜笑说,没有啊,我只有在避孕,笑翻众人,也自曝其实很想再生第三胎。 叶佳瑜近几年把生活重心放在家庭,不过现在孩子逐渐长大,之后也渐渐回归演戏。 先前妹妹白佳琪与媚婿吴东燕到美国蜜月,她坦言很羡慕,夫妻俩已经近十年没有单独旅行,谈到是否还有夫妻情趣,陈宇峰修喊,有啊。 他们还是要上课,也要睡觉啊。 叶佳瑜当年市民势力捧花蛋,很多人误以为她的后台很硬,怀疑她爸是叶佳修或是叶启田,两人交往消息曝光后受到很多阻力,一开始甚至没有人祝福。 叶佳瑜说,当时家里还有债务压力,身旁周遭亲友都觉得女明星应该要嫁给有钱人,怎样会跟一样是演员的陈宇峰在一起, 但因为这样的阻力,让两人更加珍惜对方。 陈宇峰说,当时就听过关于叶佳瑜有后台,或是有人包养才能演女主角的闲言闲语。 加上叶佳瑜不会讲台语,却能演女主角,外在条件又那腰好,让她的确有些怀疑,但是真正去了解叶佳瑜之后,才知道她又努力又孝顺。 而两人交往时,因为在同一档戏里面演夫妻,就顺势用剧中的婚纱照当作自己的婚纱照。 至于为何当时没办婚宴,陈宇峰解释,本来想在老大出生后补伴,结果叶佳瑜又怀上了老二,后来陈宇峰开始拍戏, 一直到在小巨蛋的爱在四月天活动现场上,由名声狠旺的基督教牧师为两人证婚,在现场万人的见证下,终于完成婚礼。 婚后叶佳瑜对陈宇峰爱改车这件事直呼头大,不止不知道老公花了多少钱,而且每次都至少花半天专程开到云林去处理,连陈宇峰弟弟都开玩笑地警告叶佳瑜说,你都不怕他在那边藏了一个小的呀。 八点到女神白佳瑜出席新书让每个决定,成为最好的安排签书会,书中谈到许多人生辛苦的片刻,24岁因为餐厅负债600万,还面临第一段婚姻低潮,形容当时的状况像是被黑暗吞噬,提到亲子叶佳瑜帮忙他渡过难关,忍不住情绪泪崩。 白佳瑜花了四年时间偿还债务,收入连十分之一都没有用在自己身上,你知道自己不能多花一毛钱,当时刚进演艺圈的他,投入本土剧拍摄,拍戏之余有工作就接,三四天没睡都是家常便饭,最长时间有整整一个礼拜没有碰到床,仅能用通勤时间补眠, 因此出现内分泌失调,自律神经失调症状。 当时子子叶佳瑜二话不说,把保险解约帮他还债,谈到这段往事,让白佳琪落下斗大泪珠。 他一起当时与子子正在拍摄八点档赋予子,其间到诊所打营养针,两人在诊间暴哭,叶佳瑜问了一句, 为神妖,哭诉人生为何如此辛苦,他反问子子若是能选择,会放弃照顾家人吗? 叶佳瑜果断说,不会。 白佳琪哽咽说,家人就是放不下的责任,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家人,但是可以不要放弃, 把我们生活活成一把好牌,坦言,外界总认为他很正能量,负能量无所不在,有时候只能选择忽视。 台湾女星叶佳瑜在意难忘,爱,都演千金小姐,实际上,她从小过着躲债搬家的日子, 没升高中就开始工作的她,不再逃避,还乐观地说,只要肯做,老天会照顾你的。 叶佳瑜自扛起家计,就要面对全家五十万新元的房贷压力,她本来不会讲台语, 但因为台语剧当道,演出的机会较多,她硬着头皮,一字一句学起,才有今天的成绩。 叶佳瑜当一人钱,收入不多,所以债务到今天还没还清,她说,短期内也还不完。 问她怎样看待这样欠债的日子,她感触地说,每个人在这世上都有债要还,不要逃避,只要你肯做,老天是会照顾你的。 叶佳瑜给自己买过的最贵礼物,是一辆两万多新元的车子。 她说,这是因为工作需要而买,但也花了两年,才分期付款还清。 和其他阿姐,如张凤叔、陈美凤相比,28岁的叶佳瑜属于上位中的新生代。 她在一南望里演蔡志英,在爱里演宋怡婷,都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。 可是现实中刚好相反,她透露,爸爸因为心脏不好,在她念中学时便失去工作。 为了让三个弟妹继续念书,所以她没有升高中,而是踏入社会工作。 为了筹医药费兼养家,叶佳瑜的父母到处借债,又因无法还债,全家经常搬迁。 这样游牧班的生活,让叶佳瑜从小就经历人情冷暖。 2021年2月4日,据媒体报道,女星叶佳瑜自暴生完二胎后,体重就一直在120斤以上。 每当她看着自己臃肿的样子,就完全丧失了自信。 在台媒发布的照片中,叶佳瑜的皮肤有些松弛,不过保养算是不错,加上她的五官精致,看不出已经将近40岁。 但是,叶佳瑜穿着的运动服正好露出她的腹部,肚子上的肥肉松垮地堆在一起,完全看不到腰部线条。 叶佳瑜受访时坦言自己尝试了多种减肥方法,还因为吃排油食品吃到狂拉肚子,出门必须要穿着大号的卫生棉,否则就会不小心将排泄物粘到裤子上。 叶佳瑜如今的形象,着实与昔日大有不同。 作为宝岛八点档女星,她的迎评形象也为不少大陆观众熟悉。 当年她在《一南望里》的妞妞至今仍有网友提起,叶佳瑜受访时透露,只要自己变瘦,老公陈宇峰就会注意到,她还自嘲没减肥之前老公眼里只有女儿。 其实,叶佳瑜和老公的感情一直很好,2020年底,她还晒出夫妻俩的甜蜜合照来庆祝结婚九周年。 而且,陈宇峰还将房子和车全部登记到老婆叶佳瑜名下,给足她安全感。 吸引七年多,叶佳瑜在2021年初正式复出,她和陈美凤、陈仙美等人一同主演八点档新剧。 1月6日,叶佳瑜以主角身份现身该剧开机发布会,状态看起来相当不错。 而叶佳瑜的付出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期待,网友不止对她出演的剧集印象深刻,对她的演技也赞不绝口。 叶佳瑜在事业高峰时为爱隐退,放弃了女演员的黄金时间,身材也明显走样,的确牺牲不少。 但在她收获幸福家庭的同时,还一直被网友牵挂并期待着,也是作为女演员的另一种成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